大家好 这段时间是茉莉花的花期 茉莉花长出非常多的花苞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 这一步不能忘 进入了六叶高温闷月 容易滋生虫汗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盆茉莉花就出现了虫汗 这个叶片发卷 这明显就是芽虫 幸亏我发现了枣 然后我用沙虫水乳剂喷洒一遍 现在没有出现虫汗了 大家看一下这些长出来的新叶片 这些都没有继续发卷了 这证明虫汗已经完全的根除了 最关键的就是 这种沙虫水乳剂低毒玩保无臭味 对于现在茉莉花已经开花了 都不会造成落花落花苞的情况 这个花朵也能正常的开放 所以说这段时间养护茉莉花 我们一定要做好 请观察家常通风 防止虫害发生 如果有虫害 用沙虫水乳剂喷一次 就能完全的根除 茉莉花的花期 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 我们要用磷酸药精甲给它进行出花 当开完一波花之后 经过修剪 用磷酸药精甲一对一千给它喷洒 等它冒出花苞 露出花色 我们就停止施肥 这样反复的操作能让它开花大半年 好了 再见